大家好 这里是2019年 一级建造师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 考点金奖班课堂 我是这门课程的主讲老师 肖国祥 接着我们将进入到教材的第五章 有关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内容 先看一下这一章的大致内容 这一章的第一部分 首先介绍的是两类体系 一类就是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还有一类就是环境管理体系 那么这一节的内容呢 通常是主观表述性为强的 因此他所占的考试分值并不是特别的强 第二个内容呢 是从法规制度上来谈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这一节相对来说分值比较多一些 因为他所设计的法规比较多 第三部分主要是讲建设工程生产的安全事故 以及应急预案 事故处理 那么这部分也有一定比例的分值 最后这一章很有特色的内容 是关于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在现场的要求 所以涉及到我们和15课程对接的 现场管理的那部分内容 整个这一章的分值大约在15分到20分左右 好 我们接着来讲第五章第一节的内容 也就是说两类体系的介绍 一类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通常就称为叫安全 一类体系环境管理体系 通常就称为叫环境 因此这一章实际上就是讲这两大体系的 为什么把这两大体系放在一起讲呢 因为这两大体系有很强的对比类似性 简单的说一下第一节的考点 第一首先我们介绍这两类体系的标准 第二我们介绍这两种管理 一个是安全一个是环境两类管理的特点和要求 重要的是在要求 第三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类体系是如何建立 以及如何运行维持的 那么在这个三个考点盖锅中间的 实际上第二个标题中间的所谓两类管理的要求 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 实际到四个阶段 决策阶段 实际阶段 施工阶段 施运行阶段 四个阶段 多家主体 建设单位 实际单位 施工单位 他们在安全与环境管理上应承担起的职责 这是我们这一节的亮点 也是考试的高频大乐门 至于第三个标题讲到的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那么这个里面从建立的角度 我们会谈体系文件 类比质量管理体系 安全管理体系 他也有他自己独有的文件体系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 从运行的角度来讲 我们主要是谈如何进行维持 这个维持包括了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 以及合规性评价 这是看着这一屏 简单的先做一个引路 这也是因广大学院的信息反馈要求 我安排成这样讲的 同学们的反馈信息要求 我实际上每期都在看 本着认认真正为大家服务的这样一种理念 你们的合理的要求 我都会在之后的课程中间陆续的体现出来 认真正的为大家服务 请看我们讲的这个考点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与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这样一个考点 就是介绍两类标准 因为这两类管理的体系都是有标准可以借鉴的 那么这个考点呢 在频率上是属于中等频率 初题的频率是中等频率 所以是两颗星的标示 从真题的分布来讲的 我们可以在14年和18年的卷面上去找到它的中印 来我们首先看的是第一个标题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与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第一条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 那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它是属于企业的总体组织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这句话的引申潜台词是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它是依赖于企业的组织管理体系而存在的 所谓的职业健康安全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定义 我下面给大家注解了 简单的要知道一下它的定义 它指的是影响或可能影响工作场所内的员工 或其他工作人员 访问者和任何其他人员的健康安全的条件和因素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谓的安全 它讲的是对人产生的这个不健康的安全的条件和因素 我们要力争去避免力争去消除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它对职业健康安全的更多的关注的焦点 是在人的身上 但是它本身指的是一种条件和因素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环境管理体系的标准 它指的是环境 是组织运行活动的外部存在 实际上 我们要简单的了解一下环境的概念 除了简单了解一下 至于健康安全的定义以外 还要简单了解一下 关于环境的概念 好 我们看第二个标题 这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的结构和模式 它谈的是结构和模式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结构 那么整个结构来讲的安全管理体系呢 是由四部分组成 所谓范围引用文件 术语定义和体系的要求 那么实际上重点是在于这个要求 展开也是在这个要求 前三个就是从名词上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定义 但是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 它是要具体展开的 书上也是有表示给大家来展示的 第二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模式 这个模式实际上可以理解为PDCA 因为它用的是代明模式 本质上就是PDCA 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图 这个图前面是方针 那下来是策划 那么到这边呢 应该是P PDCA的P 然后是实施于运行 这个应该是D 检查和纠正 应该是C 纠正和改进 应该是处置的内容 应该是A 所以它这个整个这个过程 动态循环的过程 本质上是包含了PDCA的原理 好 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实这个才是这一个单元的 高评考试内容 我上面给大家的提示是 以备为主 借题自查 同学们他讲到两类因素 一类是体现主体框架 这个体系主体框架和基本功能的 我们称之为叫核心要素 另一类是支持性和保证性的要素 称为叫辅助要素 那么核心要素有几个 有十个 辅助要素有几个 有七个 而这一切 对我们的学习参加考试来讲 本身 这道题 你要不要拿 要拿的话 它就是以备为主的 当然你可以在备出来的基础上 借助历年真题中间 跟这个知识点有关的题 去检查一下 自己到底分得清楚 哪些是核心要素 哪些是辅助性要素吗 很无奈的跟大家沟通 因为从讲课者本身来讲 他也不希望给你一种感觉 要跟你说 这里要背的 因为太多的背 同学会有厌烦的情绪 但是实在是很无奈 考试就是这么考的 如果我们不按照考试的规律去讲 同学考完以后 在这些问题上 也是会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反馈的 所以我希望 我们之间的这种沟通 应该是畅达的 我告诉你 这个点 如果你想要这分数 你就得背 但是你背完以后 你到底背的效果如何 你可以根据历年的真题 有关这个知识点的真题 来自查 当你发现自己没有背好 没有能够很妥善的 解这道题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还得背 当你发现我做了好几套 类似的题 我都能够轻松自如的分辨出来 哪些是核心要素 哪些是辅助性要素的时候 恭喜你 这个分数已经到手了 特别是做多选题的时候 挑你熟悉的 已经掌握的去挑 来我们看看核心要素 方针 这是一个核心要素 危险源 这是我建议大家记的 第二个核心要素 至于这句话很长 不希望大家记得很长 法律法规 这是第三个核心要素 目标方案 是第四个核心要素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 下面一句句子很长 没有必要这样去记 你或者记顶头的资源 你可以记资源 或者你干脆记两个字 责和权 那么这也就代表这句话 你记住了 因为我们偷一个什么巧 就出题者 他很有可能把这一行 资源作用 职责任 权限 拿进来的时候 他并不做太多的改动 那我们只要盯住里面一个 把他掌握住就行了 合规性评价 也是一个核心要素 运行控制 也是合规要素 继续要测量和监视 那么你要记住的是 测量和监视 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 那么有些词呢 我们其实在这一节中间 反复的会学到 比如说内部审核 管理评审 那你要记住 他就是核心要素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 多念念 也未必说一定要死背 但是要尽脑子 念的时候要适当的 有一带一点点记忆 下面是七个辅助要素 那么从出题的角度来讲 他肯定是把核心要素 和辅助要素混在一个多旋题里面 或者是题干 或者是考核心要素 或者是考辅助性要素 这种情况下 其实同学可以有机会主义的做法 就是只背核心要素 不背辅助要素 到时候我只要核心要素背的完整了 我去除核心要素就行了 那么当然有的同学说辅助要素只有七个 那我就被辅助要素好了 这也可以未尝不可 那辅助要素有能力培训意识 那么你可以记能力意识一个选项 沟通参与协商 你可以记沟通协商 下面两个你可以并在一起记 文件接文件控制 你可以并在一起记 这个要特别记 应急准备和响应 这是很高频的一个选项 然后后面调查不符合纠正预防 它是放在一起 所以你就记纠正预防 最后一个记录控制 好 其实大家发现没有这一屏 我现在的讲 完全是因为我们是网络内的课程 所以我这样讲 如果面试课的话 我肯定是简单的 一句两句话就带过了 这一句两句话就是 同学们核心要素和辅助要素 是需要通过背出来 才能考出来的 请大家回去以后把它背出来 好 看第二个 环境管理体系的结构和模式 那么这个里面呢 有十部分内容 当然包括我们前面 学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结构中间讲到的 也有范围 规范引用文件 术语定义 我们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这三大内容之后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要求 所以建议大家从这里开始 抢记 环境领导作用 策划 支持 运行 绩效评价 改进 这样去记 如果说 你觉得 因为前面这些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也是背的 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背的很累 那么这部分你可以放弃 我的意思说 你浏览一下 你放弃背 这个我支持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考察 界面上这一分 我们得到这一分 容易不容易 如果这一分非常困难 那我的建议就是放弃 大家可以浏览一下相关的内容 好 那么我们运行模式呢 这很简单 还是强调什么 PDCA 它的说法是策划 支持与运行 绩效评价和改进 那么实际上你记住这个的话呢 上面的十部分里面呢 你已经 记住了这个四部分 这四部分就是策划 支持 运行 绩效评价 改进 也就是PDCA 你发现没有 当你仔细学的时候 你回过来再来回味的时候 这个十部分 并不是那么难背 因为你在职业健康安全体系 管理体系里面 你已经记住了 它的总框架 是范围 规范引用文件 数语定义 以及相关的要求 那么你至少范围 规范引用文件 数语定义 你是记住了 你在这里 在上下学习的时候 我们一对照 我们发现 我们的PDCA 策划 支持运行 绩效评价 改进 我们也掌握了 等于十个部分 我已经大概的 六七个部分 我已经背的滚瓜烂熟了 这就是巧妙的地方 所谓俗能生巧的地方 好 那么大家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不要大家背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PDCA和这个体系的框架 是要对起来的 P对的是策划 D对的是支持运行 C对的是绩效评价 A对的是改进 PDCA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图上 字母 PDCA的字母 对着它的中文含义 吹到最简单的题 让你勾一下 选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标题 建设工程 这些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目的 我们从事这两类管理的目的是什么 那第一个是 这些健康安全管理的目的 那么它更重要的是讲 想办法尽可能减少和消除 在生产中的不安全行为和状态 不至于让这个不安全行为和状态 来引发事故 这是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目的 说得白了 大白话讲 就是少出事故 不出事故 少死人 不死人 少伤人 不伤人 这是我们最接地气的理解 所以保证人的健康和安全 是它的根本出发点 而环境管理的目的是要保护生态环境 从一个项目的角度来讲 我们不要讲的好高物源 这个其实讲的非常高 什么生产经济发展 要考虑人类将来的生存环境 这个讲的非常高 站的非常高 那么我们降低生段 我们从项目本身来讲 你所谓的环境保护 就是你项目现场周围 那些你会产生的那些污染 你都有严格控制住 这些污染包括什么 包括你有空气污染的可能 你有水污染的可能 你有噪声污染的可能 你有固体肺渣污染的可能 以及你有光污染的可能 把这五大类的 长期五大类的污染 严格控制住 保证的是周边环境的安全 保证的是周边环境的安全 好下面巩固一下 下面这一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要素中 属于核心要素的是 这道题是18年卷面上的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给大家做样板 再次证明我一再跟同学沟通的 这个背的准确性 重要性 希望学员能够根据考试的规律出发 认同我们之间能够达成一致 认同这个背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看这道题四个选项 选一个核心要素 那其他三个肯定是辅助要素了 那其实我们记得熟的话 法律法规它一定是核心要素 所谓应急准备响应 文件文件控制 沟通协调 这些都是辅助性要素 所以这道题答案是C 再看一道题 所谓环境指的是什么 我们说这是一个简短的定义 它指的就是组织运行活动的外部存在 这也是近乎于要记忆的一个一句句子 那么至于它后面给的什么 这个BCD 实际上都是包拢在这个大概念里面的 好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考点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的 特点和要求 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它是偶尔出现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浏览 浏览关于建设工程 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的特点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 尽管平时是浏览 考试出道题目的话是蛮难的 因为它是要以文字对文字换理解 以句子换一个选项的理解 这是这种考题的出题手法 比如说它要考你复杂性 那么它一定会给你下面的话 露天作业不可控因素特别多 那么你就从这个露天作业不可控因素多 你要敏锐的反映出来 这是复杂 同时它会告诉你 流动性很大 新的东西层出不穷 那么这种情况你要意识到 这是它的多变性特点 它会告诉你有交叉作业 容易相互干扰相互影响 那么这个你就要想到协调性的特点 它会告诉你一个工程 从事迹设施到投产 周期相当长 这个你就要想到持续性特点 同时它会告诉你 现在这个产品要符合时代要求 符合社会要求 那么你就要想到 这是一个多样性特点 时代性社会性多样性 又构成了什么 又构成了经济性的要求 我的这个讲法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这些并不靠使机恩杯 主要是靠平时的浏览 在脑子里留下的印记 也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去使机恩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建设工程 至于健康安全 环境管理的要求 这部分是绝对的重点 就是我通常讲的四个阶段 四家主体 我们分别来讨论 首先讨论的是决策阶段 决策阶段的当家花旦是谁 登台唱戏的一定是建设单位 他唱的什么戏 他主要是到政府部门去办理 跟安全与环保有关的审批手续 所以同学们要抓住要点 在这个标题下 抓住的要点是建设单位 他去办审批 办完审批以后 他可以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完成什么 完成的是环凭 叫环境影响评价 完成的是安全预评价 这是决策阶段 一个阶段 那再次强调是建设单位 他干的相关工作都是去报批 而报批最后得到的结果 是完成了环境的评价 影响评价和安全的 特别重视的是预评价 这个字不能少 好 进入到评价阶段 那么登台唱戏的主角是谁 当能不让的应该是评价单位 评价也要参与管安全 评价应该考虑到 施工安全和防护的需要 对涉及安全的重点部分和环节 在评价文件中要进行注明 要对防范生产的安全事故提出指导意见 这段话明确了评价在安全方面的职责 评价不是光管画图 你要管在施工过程中间 有可能哪些地方是要重点防范 防范出安全事故的 你要提出指导意见 特别强调 新结构 新材料 新工艺 都带一个新 大家知道 如此的新 对于施工单位来讲 也是初次遇到 很少遇到 包括特殊结构 因此 设计单位更应该在设计中提出 保障施工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和建议 请大家注意他提的是建议 但是你实际一定不能做哑巴在这个上面 一定要开口要做建议 一定要做建议 因为你做的是新结构 新材料 新工艺 特殊结构的 大家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既然你能够在设计中间提出这些新 当然你就能够提出 能怎么安全 怎么预防事故 这个是你设计要考虑在先的事情 好 接下去是一道常规考题 这道常规考题考的是 在概算中要把什么费用就定下来 跟安全环保有关的安全环保实施费用 安全施工费用还有环境保护费用 这些费用早就在什么地方应该取下来 在总概算中应该就妥善的安排进去 这是在实际阶段我们要谈的 到了施工阶段 我们会以为登台唱主角的是施工单位 但是且慢 这个时候建设单位 它是不愿意退出舞台的 它应该是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实 提供安全施工措施的资料 向主管部门去提供 那么特别我们强调 在有开工报告的工程中间 开工报告批准之日期 15日内建设单位 把安全施工措施 向主管部门去进行备案 那大家要把这个意思再出来 好 那么当然如果说有拆除工程的话 还是有建设单位 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 把施工单位的资质等级证明 你猜的以及可能比零建筑的说明 重点的是拆除施工的组织方案 以及废弃物的处理 堆放清除 这样的相关资料 送到有关部门去备案 还是强调建设单位 15日前 去到有关部门去备案 这两条笼统的计 都是建设单位 15日前 到有关主管部门去进行备案 好 那么一组退到台后 施工单位登场唱戏 施工单位的企业代表人 是第一负责人 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负责人 而项目经理 是项目生产的主要负责人 这个要理清楚 这个地方一定要重点理清楚这一条 各自的职责所在 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第一负责任 应该是企业的代表人 而项目经理 是施工项目生产的主要负责人 那么下面一条 讲的是我们总包单位 要对生产 现场的生产付总责 因为你是总包 所以你要付总责 而且从法规上来讲 你自行完成主体结构 好 下面还有一条 讲总分包的安全责任分担 分包单位要服从总包单位的安全管理 如果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 而且造成了生产安全事故的分包单位承担的是主要责任 分包承担的是主要责任 而总包承担的是联带责任 这个词我们说法规上管理上经常学到 总包承担的是联带责任 那就分包工程而言 请大家注意范围 就这个分包工程而言 承担连带着了 好 看第四个阶段 四运行阶段 业主又跑到台前来了 又是业主为主 在什么时候 竣工以后 业主要去干嘛 要去进行环保设施的竣工验收的申请 这个申请在什么时候提出来 项目投入四生产 三个月内向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那么这里重点的是这个时间点 要卡住 那么当然政府部门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在收到了你建设单位提交的 这个环保配套 竣工验收的申请以后呢 他会在三十日内来完成验收 四个阶段分别的有所测中 四家单位 有所测中 四个阶段 希望大家呢 用浏览的方式 并且用比较熟悉的这样一种状态来对待 在这个考点上产生的 类似于聚合型的这样的考点 好 我们来巩固一下 对于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 不要忘记了 是建设单位 边做题边巩固 建设单位 自开工报告批准之起 那么明显的是15日内 干什么 把安全施工措施 报送有关部门去什么 备案 这些平时做的时候都要完整的做 这样的话呢 才能预防以后考试 可能换一个位置来考 15日 答案是C 再看 关于施工总承包单位 安全责任的说法 准确的是 A 总承包单位 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 负总责 总承包 负总责 这个说法一定会是对的 一定会是对的 那么B 总包单位的项目经理 是这个企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负责人 你把这项目经理抬得太高了 抬得太高了 应该是这个单位的代表人 是一般指的是法定代表人 也可以安排主管安全生产的负责 这个是企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 所以B是错的 一组指定的分包单位可以不服从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 第一不管你是什么属性的分包单位 你肯定都要归总承包单位去现场管理组织和协调 所以怎么可能不服从 不服从是错的 不服从是错的 好 第一 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 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总包单位不承担责任错了 我们承担的是一个什么责任 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 总包对分包工程始终负有一个连带责任 所以最后这道题目答应该选A 好 同学们 这是这一章的第一部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